mobile kurik 苏提 notre台風 目前研判 从花蓮線登入的 机会相对是比较高 过去有一些台风 它常常从花蓮的右股软息登入 所以可能会听到 喇叭口的效应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 因为在整个一个花莲的这个海岸山脉来讲的话 秀古兰西西口 它那个地方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缺口 所以当台风的这个中心的风碰到地形的时候 它会受到一些阻挡的效应 所以它就会寻找一个比较属于缺口的一个地方 所以就感觉好像是那个秀古兰西西口 好像就把这个台风吸进去 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 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说台风中心附近是比较无风无雨的地方 它的外围就是内眼墙的一个部分 是一个风墙雨墙的一个地方 一般我们可能最容易经过的一个状况 就是台风中心通过的时候 风雨非常非常强 但是中心通过的时候又没有雨 没有风 可是它的后半段在经过的时候 又会出现风墙雨墙的现象 所以当如果这个台风 如果它侵袭台湾的时候 登陆的时候它还是维持有两个双眼强的一个状况的话 这样的一个情形就会出现两次 也就是风很强再无风 再来风很强再没有风 这样的一个状况会重复出现 苏迪勒台风呢 它的一个七级风暴风半径目前是300公里左右 确实这个是在2007年之后呢 比较少这么大的一个台风 造成这个侵袭台湾的影响 当然这边其实我们也来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其实台风的大跟小跟它所带来的这个降雨量 或是说它引起的这个灾情不必然是成为一定的一个关系 举个例子来讲的话 以大台北人这个受创最大的 也就是说这个纳利台风 它本身是一个中度台风 它本身的一个台风的一个大小也并没有那么大 另外来讲的话 2009年莫拉克台风它也是类似 所以另外呢就是像在2001年的谭美台风 其实它也刚刚达到这个台风的一个 这个标准的一个状况 所以台风造成比较大的灾害 其实最主要跟 第一个就是说它忽然影响我们时间的时候呢 它变得拉得比较长 拉得比较长 风雨的影响时间就相对比较长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就是它是不是有跟大环境产生 所谓的这个交互作用的影响 是不是在夏季的时候引进西南气流 或是秋冬的时候呢 乃至有东北风的一个共伴现象发生 目前呢 从这个苏迪勒的这个台风降雨的研判 从气象局的研判资料来看的话 整个两个最大的降雨热区 一个是在宜兰跟花莲的山区 另外一个是中南部的山区 为什么会有当然这么大的雨量的一个情况出现呢 第一个当然其实是跟本身台风的结构 它充满了非常多的一个水气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呢 最主要的原因呢 第二个原因呢 其实是风台风的一个环流的风 跟我们的地形产生一个比较明显的交互作用 由于这种属于第三路径的一个侵袭台湾的台风呢 它的一个降雨的一个过去的一个雨型 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在宜兰花莲 这边会出现一个降雨最大的中心 另外一个就是台风登陆过后出海 那一段时间转成偏西南风的时候呢 中南部就会产生另外一个第二个大的一个降雨中心 了一个问题 是其实这个初FA各方面的决大